OK 好 那大家好 我是今天学人开讲的主持人 我是台大法律学院张文珍张老师 在我左手边是我们今天两位 这个学人开讲的很重要的这个讲者 那我左边是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的张永健研究员 那再过去是那个陈大敏求智慧学院的李韶曼助理教授 大家好 OK好 那先要跟大家抱歉一下 今天我们学人开讲遇到了我们这个这一系列开始以来 所没有遇过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那刚刚大家可能在会议室里头遇到我们有人数上限25人的问题 我们要很抱歉 我们其实是一个授权的这个Web-based meetings 照理说没有人数上限的问题 不过我们刚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很抱歉那个原来已经报名 那现在进步来会议室的这个同仁朋友 那大家体谅那我们倒是同时有开脸书的直播 所以要请大家可以到脸书同步的这个观看 那讨论跟我们一起 那在脸书的这个底下还是可以继续询问问题 我们也会请助理在那个脸书底下收集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要请大家这个协助帮忙 那也谢谢大家的体谅 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技术性的困难 那也许在进行当中 大家还是可以尝试的要加入我们的会议室 那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要请大家包容 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我们今天很精彩的这个法学实证研究的讨论 那大家虽然没有办法参与webs的meeting 但是至少可以透过脸书的直播跟底下的留言 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 那这个学人开讲系列事实上是我们中心和明修老师担任主任 在今年的一个新的活动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活动系列蛮好的 利用中午的时间 大家有机会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那来分享一些在学术 甚至是跨学术跟实物 一些跨域跨领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在法律的这个部分 明修主任那时候问我说 有什么想要跨域和跨领域的议题的讨论 那我当时马上想到的 就是今天这个法学实证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那第二个问题我也顺便做一个小宣传 那我也想到的是法律跟社会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跨领域互动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会再公告给大家 希望大家还是像今天一样 那能够有兴趣的参与讨论 那法学实证研究的方法 我们也很难得在台湾的这个学界里头 那我们能够 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 有人留言说听不到 那我们这边的那个技术上是听得到的 OK那所以可能 谢谢那个中研院林建志的研究员 那有说有听到 那几位那个参与的同仁也说有听到 那我们再麻烦那个没有办法听到的声音的 参与的这个同仁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想脸书的这个直播如果没有声音的话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也请大家再帮我们随时注意一下 拉回来 其实在实证研究 尤其是法学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在所有国家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新兴的一个方法 新兴的这个研究的方式 所以也许美国或有一些主流的国家 算是比较多的法学实证的研究者 但是在多数的国家其实都非常少 那在台湾我们其实很难得的 那我今天能够左右两位 我在宣传的时候 甚至还对他们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是这个江其实还很年轻的这个永健 就说他是一个入行已久的 这个资深的法学实证的研究员 那在更左边的韶曼 就说他是一个真的才刚入行 因为前两年才加入成大的智慧敏球的学院 来做法实证的研究 但是其实要谈这个问题 我马上可以找到两位 那跨越这个跨越不同的法律世代 其实算是蛮难得的 那等等永健也会有机会谈到说 其实永健在中研院的努力 以及资源的益助下 也办了好几次在台湾的法学实证研究的会议 那能够有不少台湾的研究者 那不过实证研究的门槛毕竟很高 尤其是法律法学的实证研究 那所以尽管我们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 我今天还是想要比较轻松的请两位谈一下当初进入法学实证研究 是怎么进来的 那在博士论文研究的过程 然后在真正进到研究领域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以及两位都有将法学研究方法做一些教学 做一些发扬 那在教学上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今天大概分这四个部分来谈 那谈法学实证研究 其实张老师当然比不上永健跟韶曼 那个真的有能力可以做 那不过我也有一点小小的story to tell 那今天还真的我回想起来 应该就是在30年前 1992 to be precise 那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学实证研究 当时是我进入研究所 那第一个担任研究助理的计划 就是现在在台大 是台大的讲座教授的叶俊荣老师 那当时应该是国内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 但绝对是很前面的 那的一个行政法院环保判决的量化研究 那当时我是跟好几位 现在有几位是律师 有几位是在学术界的老师 好像是在中原采法系的李立鲁老师 在中央产经研究所的王明里老师 那我们都是那个计划的助理 那我还记得当时这个行政法院环保判决的研究 虽然是当时很厉害的 那很前沿的很新兴的研究 不过我们作为研究助理要去做这个实证研究 第一个做的事情却是非常的down to earth 一点也不那个绚丽 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到行政法院去 把那些实体的判决引印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苦工 我还记得这个当时去行政法院引印的 不是我 是我们另外一个助理 那现在在担任律师的彭证员律师证员 印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所谓的coding 开始这个标列一些重要的 这个接下来实证研究要检索的项目 像是这个判决有没有 当事人有没有律师代理 那这个是胜诉败诉 那这个判决是空污是水污 还是是这个废弃物 还是是公害纠纷的调除等等 那最后标出来了这些检索的条目之后呢 马上面临一个这么多的判决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分析 到底是几百个 那到底是多少有律师 多少没律师 有律师的胜诉 没律师的败诉 还是有律师的败诉 没律师的胜诉 到底要怎么来分析 那当时很幸运的 也是我刚刚提到的是说 我们在所有研究助理当中 那大家都是法律系 然后进入法研所 从来也没有做过 这些相关的研究 那其中有一位学长 很特别的 他是当时农金转我们法律 那也是这个我刚刚特别提到 现在在中央产经所 这个教学研究的王明里老师 那明里老师 那加上叶俊荣老师 也懂一些相关的这些技术 那所以明里学长 甚至写了一个小小的程式 那让我们能够从土法链钢 进阶到在当时的电脑 还是那种胖胖的电脑 是DOS的软体 我知道我每次讲DOS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什么叫是DOS的软体 那然后在小小的城市里头 那能够跑一点相关的计算 一点量化 各位现在还可以检索的到 当时叶俊荣老师 后来出版的这个 行政法院环保判决的量化研究 所以那个是我真正对 法学实证研究的初体验 那但是我的程度 一直也就到那里 那我后来在美国拿到博士 然后再回来 那后来所能够进行的 一些量化的研究 大概最多也就是 把一些判决大法官的解释 那能够搜罗起来 那随着时间的演进 等我刚刚是1992年 等我2000年回到台湾 2002年开始进入 教学研究的领域 大概已经不需要 再去影印这些纸本了 可以从电子档里头检索 但是检索之后 能够做的事情 大概有SPSS软体出来了 比较好的统计的软体 然后能够帮忙 一些后续量化分析的 这些电子 那但是很多 不管是检索这些条目 所谓的coding等等这些手工业 其实在我会做的研究 其实还是主流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我在2010年 2012年也一样 在10年前 大概也有一个机缘 当时有国外的老师 那个Professor David Law 他来到台湾客座 那我也跟他学了一点 Regression 所以真正是归因性的 探讨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大法官用外国法 或不用外国法 或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行政法院 有请律师 因此胜诉比较多 或败诉比较多 的这些方法 我大概就是 今天早上在思考 我要怎么样开场的时候 想我刚好 过去的这30年 我的经验不晓得算不算 是台湾背后的这个 法学实证研究的 某种阶段性 但是从1992 要去影印纸本 然后研究者要把它 自己输入电脑 电子化分析 分析的工具还很有限 到2002年我回国开始 那政府跟产业 慢慢陆陆续续 在推动一些电子化 所以开始你要研究的资料 不是纸本 有一些电子档 然后一些比较好的 现在可能不能叫好了 一些初阶的统计的工具 开始出来了 那到2012年左右 有更多好的regression 的数学的方法 统计的方法 让我们这些法律人 可以不用学数学 也不用学统计 但是可以懂得怎么用 这个大概就是张老师的程度 也是我感觉 从我学生 到我是一个研究者 到一个完全没有学过 计量方法的 台湾的学术研究者的 一个一个时程 那某种时程 这个时程可能也反映了 永建老师或少曼老师 在这个台湾的脉络底下的一些经验 那当然跟我会很不一样 他们两个的 会是一个比较进阶的版本 那我的这个story 就是我今天能够开讲的 法学实证研究的部分了 已经结束了 所以如果那个民修主任 当初是找我来 我就只能讲到这10分钟 15分钟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请 我们的学术新秀 其实两位都是新秀 永建跟韶曼 在张老师刚刚铺牌的 这个时序底下 在台湾我们过去30年的 这样一个发展底下 进一步的去谈说 那你们第一次 ever ever第一次 那接触实证研究 法学的实证研究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 那你做什么样的研究 以及这个我今天想要做 这个学人开讲 尤其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其实可以看到 很少实证研究不用powerpoint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准备 任何的powerpoint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 不要害怕实证研究 那不要害怕实证研究 最重要一个方法是 把我们的害怕告诉大家 所以我今天其实要邀请 永建跟韶曼 他们其实因为都非常厉害 大家看他们的发表都知道 尤其是永建 但是我也想要借着一个机会 你们再告诉大家说 你第一次接触法学实证研究 的这个初体验的时候 那除了议题 除了研究 除了内容 讲一点点你的方法 你的心态 跟你 你害怕 那如果你害怕的点 你是怎么样克服的 那我是不是先邀请永建 谢谢张老师 其实我前一阵子帮 原道出版社写了一篇小文章 是要给高中生读的 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叫做 Legal Tech 前介 其实我讲的也就是一个 从个人经验出发 看这个我做法学研究的进程 第一个时代就是类比时代 就是张文正老师刚刚描述的 你要去现场然后影印成纸本回来 然后再用荧光笔画 然后再想办法做出一些分析 那第二个时代就是数位化的时代 在我不知道扫曼 有没有经过这个时代 就是在以前类比时代结束的时候 法学院的图书馆里面会有一片光碟 有直跟法学资料检设 对然后你就是要去借助那片光碟 到图书馆的电脑上面 你就可以在里面检索判决跟法条 那个时候已经觉得 哇世界真美好 对然后到下一个时代 当然就是数位化 对不起网路化的年代 就是你现在上400元的网站 你就可以搜寻各式各样的判决 那我第一次接触法学时代研究 就是在这个数位化 但还没有网路化的年代 大概就是张文正老师回国 那2002前后 也就是在一个研究所的课堂上面 要写一个期末报告 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做法学时代研究 我当然我从大四到出国念书前 大概发表了大概12篇文章 但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 理论性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为主 那时候也还没有接触 我到研究所三年级第一次上了 现在科技部人文师师长李明仁老师的课 才对时代研究有所接触 但是在可能研二的时候做那篇文章 我就是有一个很多很束缚很直观的问题 就是上一个民法的课堂上看到说 这个我国的通说都认为民法213条说 这个损害赔偿要以回复原状为原则 金钱赔偿为例外 那时候我想了很多是车祸的案件 我想说车祸案件里面哪一个被撞的人 想要跟这个造势者说 你帮我回复原状 你帮我修 或是你帮我把车拿去修 就是所有的人的心态应该都是 你给我钱我自己找这个车厂来修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还没有 如果大家说清楚民法的话 还没有213条第三项 后来有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那时候想要问的问题就只是 我们学说都说 车外赔偿的基本原则是 回复原状为原则 金钱赔偿为例外 我想看实际上 诉讼当事人到底选择 回复原状还是金钱赔偿 那就借了光碟 然后因为是数位化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检索 民法213条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科技 你还必须要用什么国字的大写 然后用阿拉伯数字 反正各种各种的排列组合 都看了一遍下载了几百个判决 然后就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这种车祸案件里面 当事人选择要回复原状 他们都要选择学说上认为是例外的 这个车外赔偿方法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 没有很直接的 法学上的应然或规范的结论 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说 当事人好像看起来在 至少车祸情境里面都想要金钱赔偿 你就说所以车外赔偿的原则 不应该是以回复原状为优先 但这个议题在我心里面又买了20年 在今年初 在一篇专述论文里面 又重做了一次这个题目 那这一次因为有各种的 资工的AI的方法可以抓判决 所以就可以抓5600个判决 很快的就可以看出说 而且不现在是车祸的案件 基本上大概就只有1%2% 适用到213条的案件 他真的使用了回复原状 所以说车祸赔偿在实物上面 才是所谓的原则 那当然我有一些另外新的想法 可以有一些规范或应然的推论去说 所以不应该把回复原状 当成车祸赔偿的基本原则 但这个就带入一个 前后长达20年的 一个很素服的想法 当时的技术跟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准 让我只能够用光碟上 检索个一两百个判决 那那篇文章后来发在法令月刊 那现在就可以做5600个判决 所以这也可以看出 这个法律科技的进步 会帮助我们法律人做实证研究 那其实不变的都还是一个 同样的一个问题意识 就是到底实际上的情况是如何 就是我们不是问规范上到底应该以何者为优先 而是只是想知道那实际上的人们 到底使用哪一种的损害赔偿 作为他们的素质生命 谢谢永健 永健这个story让我想到 我在法研所的时候 当然又离永健是10年前 甚至搞不好15年前 那个也是在研究所的课堂上的一个报告里头 那我就自己也还跟永健刚刚讲 我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么 那当时就想到说 我应该要去做问卷 那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个院卷 在法研所的同学做了一个问卷 那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叶俊宏老师的课吧 美国工法的研究 那当时要去讨论这些不管是贪污 还是政治现金的一些社会面的问题 因为你要先去管制 你要去管制 其实需要知道你有没有管制的必要性 你要知道这个管制背后 这个受管制的人 他的心态会是什么各式各样 我就做了一个 当然后来就知道这完全方法不对 效果也不对的那个 那但是看起来 其实在学校的自由学风 然后老师们对报告的各种研究方法的那个不拘束 其实是可以让同学比较愿意的去采取一些的可能性 这个只是一个对话 我们是不是请韶曼 所以韶曼everever第一次进行法学实证研究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刚刚张老师已经爆雷了 就我会第一次接触法实证研究 就是张老师在2012年左右参与的 引用外国法律跟判决的大法官解释的研究计划 那在那里我就是一开始就当个工人 就是张老师要读判决要编码的时候 我就一一的帮他编码 那编那时候我印象中最大的可能资料有到2000多笔 那因为要不重复的进行就是外国法律的截取 所以我们也那时候技术并不高超 所以都是用人工复制贴上的方式 只是说那时候得利于司法院的网站上面 已经把大部分的解释判决都可以几乎是上网数位化 所以我们在copy paste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遇到老师说的就是光碟的障碍 或者说到图书馆去影印的障碍 而是说得利于就是资料流通比较便捷的关系 我们可以比较轻易的从事这样子的工作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对于老师说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好像我们也就是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开心的接受了 那虽然过程当中就觉得眼睛很酸 那中间产生过非常多次自我怀疑 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个自我重复的动作 就一直按着copy paste键 那这时候我记得和我合作的学长程彥均律师 他就说他的theory是 只要我们人重复一直同一个行为的话 他必然有个可以简化的方法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那就是这个简单的一句话一直支持着我们 而且当时的老师也不知道好可怜 一直支持着我们度过这个两千多笔资料的爬书 那一直到现在我才懂他所说的这个 一定会有自动化的方法是什么意思 我不晓得程彥均律师现在有没有参透当初的一句话 有这么大的启示 那那时候当然心态是我们就觉得眼睛很酸 瘦很酸 那很累 但是因为好像学长也这样 会说老师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们比较并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而是说好像是探寻这方面的实证经验性的研究 必须要经过的资料搜集的道路 那即便是我现在好像看似拥有比较多工具 但是针对资料格式仍然没有很大改善的时候 有时候这痛苦的爬梳就是第一步 那即便现在大家说资料已经数位化了 但数位化的程度 或数位化的方式可能还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时候 依然还有很多这种我们要当工人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永健老师讲到这个阿拉伯说字 古国字 在我们常常用的判决资料上这些都是没有被统一的 那么意涵可能是相同的 那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细节 其实就是我们处理的资料的最原始的样貌 也是一直存在没有被改变的一点 那这些数位的资料未来会往哪里去 可以再做什么样的更新 储存的资料的内容 然后可以再做什么样的改良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个阶段训练的法律人的初体验 可能会比我们更好 更快 更方便 更不害怕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必须要那个坦诚 我感觉在做法学实证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我自己当工人的时候是叶俊荣老师的研究 那这个然后我当我是老师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 我其实做了好多次相关的实证研究 那些实证研究能不能做成功 其实跟我有没有很好的助理 有非常绝对的关系 那现在是韶曼老师 韶曼然后彦君 当时我们因为没有法律以外的人 我们其实还找了彦君的朋友文杰来帮忙 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说 在进行法学实证的过程研究当中 那个劳动的重复性 那以及不管是助理或者是老师 怎么样确认说我们现在所抓出来这些资讯 然后所编码条目做的是正确的 那最后的分析好像其实是一个很耗时 很耗心理的工作 那那个老师研究是否成功 有时候也要看他的助理的这个 这个 是不是愿意一起高度的投入了 我记得我当时用了一个方法 我不晓得爽慢记不记得 我用这个 这个 因为我之所以做这个研究 头部这个研究 就是因为国际宪法学会 那希望鼓励 就是整个全球又多的老师 跨国老师能够投入 让大家有一个机会了解 今天不是只有美国 或者是德国 或者是印度的最高法院 或宪法法院 他有没有在引用外国法 或引用外国法的方式 而是能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了解 全球更多的国家的 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 他引用外国法 引用外国法院的判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什么样的情况 让所有的学者建立在 这个common ground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 情况的了解之下 那再进一步做许多的分析 就有点像永健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要先知道 法律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是如何 建立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 那我们再进一步 来做更多的分析 那所以我记得我当时 三天两头就用这个 美好的愿景来鼓励 当时的助理 我不知道那当时的鼓励 有没有效 现在要少曼老师 回过头来说 老师其实当时 我们一点都没有受到启发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苦工作完 那我自己倒是一直撑着啦 尤其是作为老师 在做实证研究的时候 你要有一点点 期待 inspiration 所以我常常有机会看到说 哇美国老师也这样子 卷起袖子 来这个 去编列这些条目 然后我看到哇意大利老师 从来没有做过实证研究的 也因为国际建法学会的这个号召 大家也就开始做起来 因为那个感动 因为那个大家相互支持的能量 才有办法这样往前走 那所以拉过回来 我想 韶曼跟永健跟我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并没有在学术养成的阶段 博士论文的阶段 为自己就自己是一个独立研究者 然后为自己做过实证研究 那但是他们两位都有一个 为了自己 所以不是为老师当工人 那我很多时候都要得利于我的助理啦 坦白说 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 够qualify的一个独立的实证研究者 我可以跟人家collaborate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独立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请两位 特别谈一下就是 你们两位在独立做自己的 博士论文的实证研究的时候 因为你还没有工人可以扬赖 那你自己也还不是独立的 学术研究者 所以你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那个难度一定很高 你怎么样确认一个题目 当然在指导老师的帮忙下 它适合做实证研究 然后你怎么样 为了你的博士论文去做实证研究 这里头的议题方法 那当然回过头来 因为是博士生在做实证研究 我相信他的那个困难跟其中的害怕 跟挑战是更高的 那我先爆雷 永健要等一下要说多一点 我知道永健老师在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做实证研究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 那必须要整个这个纽约市到处跑 那是不是请永健先分享 然后再来请韶曼 谢谢张老师 其实我的博士论文的这个撰写的契机 跟一些小故事 在我原造出版的书 这个土地征收的书里面 序里面有提到一些 所以我先开场讲一个 我应该没有写下来过的故事 就是我是去纽约大学念LM硕士 然后在准备申请博士 那纽约大学那时候算是开封期之先 这个JSD这个博士的这个主任 Joseph Weiler现在还是Icon 这个国际宪法起刊的主编 也是当时算是非常有名望 NYU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 那他就跟一个善心的法律人 募了15分奖学金 就是提供给所有进入NYU的博士生 基本上就是你一定有三年的奖学金 让大家一时五余 但是也因此他有很多的要求 他也退货过一些已经进来的学生 不然还是他自己知道的学生 那他也很有趣的是 他会开招生说明会 或者是反招生说明会给LM学生 那他在反招生说明会上面 他先说了 十个你不应该念博士班的领域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领域 他说那你去当那个领域的律师就好了 不要来念博士等等等等 他讲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 他们在读这个博士论文的 proposal的提案的时候 他们要看的是什么 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idea 但就已经在proposal里面 他就说那我干嘛给你三年的时间 跟奖学金让你完成它 你就把它写下来就好了 所以他说一个好的提案是 你要让人看到它的潜力重要性 但是又还没有完成 那在他看来实证研究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类型之一 因为你可能有一个理论的假说 但你还没有资料 那你如果告诉人家说这个资料 其实不是存在于某处 比如说就在400院的判决资料库里面 我只需要去抓去清 然后去分析它 但我需要时间 我也需要活下去 所以请你给我奖学金 跟三年的时间让我来完成它 他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这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算是下定决心 要做实证研究的一个契机 因为相对于大多数那时候 包括现在 纽约大学的博士生 大部分人都是做一个 很大的法哲学的题目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困难的哲学恶魔要打倒 但是我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说要怎么样去 在提案里面告诉他说这有个恶魔 我有个方法可以打倒它 但我也还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倒 所以请你让我打倒它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 那另外一群人做国际法的 但即使是做国际法的同学 也有非常多人在做实证研究 这个在国内像是东吴大学张凯志老师 他也是做一些国际法院的实证研究 现在在Stanford也有罗茂伟 他也要做实证研究 好 那回到我就说 那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领域跟题目 那我的契机是在我要去美国留学那一年 那时候的院长Ricky Rebetz 院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他院长的生涯到亚洲来 那他的太太Vicky Bean教授也是纽约大学的老师 她也来 那就去参加了这个说明会 然后刚好就碰到Vicky Bean老师 就觉得这个十分和善相谈胜不善回去就立刻做加退选 就选了他的课 那这也就是一个缘分 因为他就是我在台大法院所是工法组 说我这个叶老师知道 然后赵老师有非常多的帮助 那Vicky Bean老师他用国内的术语来说 就是土地法跟物选法 那更多的是比如说工法面向的 他在刚卸任纽约市的副市长之前做了两年 纽约市的副市长 还有他们的这个算是社会住宅的负责的人 所以加起来其实政治性很丰富 那主要就是用工法的手段去增加纽约市这种评价住宅 那所以对我来说好像跟着他做研究也不算是贝离的这个工法组的这个本行 那后来我转到很多做很多民法的研究 也是因为他也开物权法 所以我也上了一些就变成 或许有机会再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但在他的愿意协助之下就开始想题目 那么想了很多的题目 但最后就是做征收补偿的这个题目 这个在出国前也刚好上了张文正老师的这个 美国的财产权的宪法的这个专题 所以其实刚好相关的判决都读过 那其实后来就聚焦到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题目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我第一个时间就想问的 其实也是一个素朴很直观的问题 到底实际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 他到底要请求哪一种 这种手段 那征收补偿里面就有一个同样直观素朴的问题 讲出来人人都知道我要问的题目是什么 那也就是到底政府给的征收补偿数 到底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市场行情 那看了文献之后其实非常惊讶发现 其实就是在我2006年进博士班 那前后往前看30年 其实只有一篇文献 而且还是1976年做的 那个做的那个人 后来成为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他的博士论文口识委员三个人都变成诺贝尔奖得主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然后他的文章也发在JPE的经济学院 我不大看 但就是说OK 他的文章是30年前做的 是关于芝加哥 但没有任何人做其他的城市 那我就想说 或许我可以做一些台湾 这是我非常熟悉 但我也其实不确定有没有数据 所以刚刚张老师特别要我讲到这个 找这个数据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 以纽约这部分的实践研究来说 前两个年其实就一直在于到处碰壁 因为那你知道在哪里呢 就是比基宾老师当然 已经是在纽约市有非常广的人脉 所以他透过他的引荐火 去见了各式各样的人 那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数据存在 直到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官员 他就说哦 你应该去找这个纽约市的comptroller office comptroller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监察人的概念 就纽约市除了市长之外 还有一个comptroller也是要普选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要监督纽约市政府的行为 这个很好 这个行政制度就是在台湾 其实非常大家都不太熟悉 那为什么要问comptroller office 因为纽约市市所作为征收人的所有案件 都必须要送给comptroller 这有点像是要看说你是不是有给人家太少钱 什么的 所以所有不管是纽约市下面哪一个单位要做的征收 都要送到comptroller office 所以如果你只看纽约市的某一个单位 他可能只有这个单位主导的征收计划 但comptroller office全部 我就进去说明来意说谁介绍我来的 我就说那你们有这个资料吗 他就在旁边一个房间 都在那里啊 那你就自己进去找吧 就这么容易吗 就是两年都找不到 然后一找到之后他就说你进去 那我就在里面待了一个礼拜 然后就带了笔电进去 把所有我能看到的数据就收下来 那也很好玩就是两年都没有成果 但是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其实到底要用 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他的问题就这么直接 这么的简单 你只要能够算出市价是多少 然后就比较 那到底征收补偿数额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市价就好 那市价的计算 这个因为纽约市从1970年代开始 就已经有市价登录 而且不太遮也不去段化 连这个 连我的房东花多少钱买了 我租的房子我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所以然后资料非常多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跑 跑一个70万里的交易的 就是在2006年那时候 常常都是睡觉前要把这个Stata按下去 然后醒来的时候 还不一定跑完了 就是那时候电脑就是这么慢 然后资料就是这么大 那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做出来之后 就感觉就很顺畅 后来那篇文章也很顺利登在 Journal Legal Studies 所以我也只有那篇能够登在这个期刊 就是带有很多的挫折跟很多的机运 那相关的是 我刚刚看到那个是纽约市 就是和解的那个征收案件 那后来我也想要去找就是 如果Controller's Office这边也同意 要补偿某个数个 但当事人如果不接受就要进入法院 那这个东西Controller's Office 就没有追踪 那我就要去纽约市的 因为纽约市其实是有五个County 或者说五个Borough 对它是很少见的是 通常都是County下面有City 但纽约市是一个City包五个County 那它也叫做Borough 好五个County就有五个County的法院 然后发现每个法院 都有自己储存资料的方式 有一个法院是维缩影片 就是我必须要把以前 就是也不过就几年前的案子 就要维缩影片一个一个拿出来看 然后记录下来 然后有的是纸本 然后要求你一天只能钓十个 那我记得是Staten Island吧 就是几乎没有人去过的 纽约市的五个Borough之一 那我还得要拜托我太太跟我一起去 因为她说就是一个人一天十件 所以我带的太太去就可以有二十件 然后Queens County是 她说我都帮你扫描好了 就在电脑里面 就在那个电脑里面看 我就觉得啊 这个实在比维缩影片 跟一天十件纸本好太多了 那发现他们有很多都是 就是180度颠倒 所以我在那边我头发这样看 这样我发现看到说 到底里面写的是什么 所以就觉得 哇就是 那就是说 为了自己做工人 那你也知道说 好像在这个问题意识底下 你不管你发现的结果是什么 都是好的 后来有些人问我 什么样的时针研究题目比较好 我其实也都是说 其实像我这样的题目 就是好题目 就是你的数据 不管告诉你什么 这都是重要的 不会有人说 你发现 这个 等于市价 你就觉得不重要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学说 都认为是低于市价的 你发现高于市价 那就是大新闻 就是说政府竟然会白白送钱 那甚至会不会有 以台湾的语境来说 就会有 这是不是有官藏勾结的问题 怎么会把这个 银子白白送给某一些特定的人 那如果你发现低估的话 你仍然可以说 那低估多少呢 10% 20% 50% 那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地区 大家低估的程度比较多 比较少 是不是有纽约的情况 是不是有种族问题 或其他的考量 总之就是 只要你有收集到的数据 和低核下图 然后你收获的东西都会是有效果 但有一些题目就 风险比较高 可能等一下可以有机会分享 就是如果做出来就是 某一个结果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我早就知道了 或者没有太大重要性 所以 当初就是有这些机缘 然后自己为自己做了工人 当然是非常害怕 到底可不可以 毕业 因为如果你就找不到数据 你的idea再好 其实也没有用 但以我来说就是幸运的 找到的数据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台湾 台湾的部分的数据 其实也是幸运的 因为我想要看 1954年到1977年 全面实施平均地权之前 的每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一个 征收补偿的方法 因为那个方法 其实强烈的受到 三命主义里面 民生主义第二奖的影响 就是民生主义 变成了土地法 然后土地法在台湾实施 那时候刚好 有一篇Stanford Law Review的文章 就提出了一个 基本上跟民生主义第二奖 一样的idea 那我想说 哎呀 孙中山少了 这个citation 没有引用三命主义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 诶 这个时间也就有契机 有人 不管是 应该是不知道 三命主义的情况下 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 说诶 这样会有用 那我们就说 诶 那台湾有实施过 我就刚好拿台湾的情境 去验证它的理论 推论是不是正确 但是我怎么知道 1977年有什么资料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 但你在写 你在写proposal的时候 当然也只能说 我会找 那就刚好在那个时候 国使馆开放了一批 台湾神地震处的资料 在国使馆 我是坐飞机回台湾 坐巴士到新店的深山上面 在只是 我也是全台湾第一个 去看那一批资料的人 那说实话 就是时机点刚好 而且里面真的资料非常丰富 而且反正可以取信于其他人 因为我研究 77年以后台湾制度的时候 都会碰到一个质疑 就是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政府 就是美化过的数据 但台湾神地震处的资料 都是公文千层 你可以想象 他其实没有道理 要对长官做什么样特别的美化 而且他也没有想到会公开 事实上也就是50年后才公开 那我就看到那些非常诚实的资料 然后做出了一个研究 后来是发在 General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是法经义学很好的一个期刊 最近还被Eric Posner 跟Glenwell那本 这个激进市场里面引用 就是他们唯一的一个例子 因为全世界 就只有台湾用过这种 自己申报地价来作为征收补偿 金额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就是 还是一样有一些运气 但是也做了很多苦工 还好有所收获 好谢谢也谢谢永健 永健刚刚的分析 在博士论文的研究 他举重若轻的描述 那但是有两点至少张老师有 catch到 一个是说他其实一开始 已经投入两年了都还没有资料 那到了第三年才有资料 等一下也许我们再回过头来 也许也有一些我们的 这个一起参与的朋友想要问他说 那你的心脏很强哦对不对 因为实证研究其实非常需要资料 那怎么样挨过那个找资料 没有资料的那个过程 那那个心脏那么强是 怎么办法建立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刚刚有提到说 在我们刚开始进入实证研究 或者法学的实证研究 尤其是现在在法学的实证研究里头 其实相对的可能有一些好处 因为我们法学实证研究没有那么多 所以还有机会去对一些 没有人做过的open question 比如说到底现状是怎么样 侵权行为是要求回复原状多 还是这个金钱赔偿多 或者像张老师一刚开始做的 大法官的citation 到底是外国法那是哪一国多 这些是属于对于这个 现实状态的open question 就是他的研究的风险可能不高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 你都是第一个把这个现况抓出来的人 那但是我们可能要对我们 现在在听我们讲话的这些学生 或者将来新兴的研究者 或者是两位接下来以后的发展 因为以后可能open question的实证研究 会比较少了 因为可能大家都做得更多了 所以一些比较进阶的实证研究 就会有一些风险 就是你的finding 可能到底是不是valuable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你还有什么 那或者是说 要用一些更多的分析方法 我想我们保留那个到最后 那不过我想可以鼓励大家的是说 台湾的法学实证研究 其实还有很多open question 还需要找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data是友善的 所以从永健老师 刚刚那两个故事 至少这两个关节点 其实在台湾 我想跟着我们一起讨论的很多同学 或者是年轻的研究者 要投入他的害怕可能 可能不会那么高 不会像在你现在在美国念书 或在其他地方念书的那个风险 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请韶曼分享一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一个不晓得算不算是张老师说的 风险会很大的博士论文的尝试 那我想在座各位 我们透过脸书直播跟大家互动 都跟我一样生长在一个脸书社群媒体平台当道的年代 那现在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资讯 我们都是在社群媒体上面获得的 那这个在现在我们当然看起来有非常多的风险跟隐忧 但是其实五年前十年前当社群媒体平台新盛的时候 讨论的风气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 那在这之中很多国家的政府机关 特别是甚至是法院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跟大众互动 那甚至是传递咨询 那这种社群媒体上面的资讯是怎么被设定的 他们的媒体议题设定的效果 甚至在这个社群媒体的年代 传播的学者研究已经提出很多这种 intermediate agenda setting的议题 到底是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得出来 脸书强烈的被这种商业的利益给掌控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公共领域 它可能是比较像百货公司 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司法院 透过这样的平台跟大家互动 传达出来的议题被怎么样设定 跟司法院透过司法院网站 传达出来的议题设定 那是不是会很不一样 那美国的最高法院非常的策略性的决定 不要在推特上跟大家互动 但是仍然抵不过有各州的法官 有时候会违反法官伦理 那私自po一些新闻 那其实要做这样的题目 因为我是在Berkeley的时候 跟我知道老师讨论的时候得到这样的idea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像张老师这样子 有三年的奖学金自由自在的语誉 那但是由于我的Professor Lauren Maiali 老师 他也是非常kind 就是他资助我三年当他的RA 那但是他都让我做一些 他认为会跟我有关系的 他有兴趣的议题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让我帮他讨论 美国各州的法官的伦理 看法官们到底是怎么样在推特上跟人互动 那这各州的伦理 跟司法有关的伦理委会 他们怎么想怎么看 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了 那当时的讨论是什么 那藉由整理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议题 那但是实际上要实施的时候 那也产生了新世代的data问题 因为当我真的要collect 这个social media data的时候 刚好发生了这个 Cambridge Analytica的愁闻事件 那所以一系之间呢 不管是推特也好 推特其实还比较开放 Facebook就把他的API 一系之间都需要这样了 所以我本来已经写好一个program 可以大量下载Facebook资料 那就变得不太可能了 那即便是Facebook上 本来就公开的资料 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大量的下载 那所以找寻资料 变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你也要挨过那个 什么都没有的的时候 然后先搜集Twitter data 但Twitter data在台湾 比如说我想要看这个 台湾司法院互动 就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台湾用Twitter的普及率 并不高 所以也是机缘巧合 等到这个Facebook 比较开放access之后 参购下载Facebook上 本来就有的公开资料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了资料 就是虽然不是像张老师这样子 四处奔跑纽约各地 但也是四处奔跑网站上的各个地方 那只是说我可能一天可以跑很多个地方 也不用出门 那特别在Covid-19期间 就是网路上面资料遍及性 就是提供给我很多的资源 比如说我就开始设计美国各大学 为了比如说NSF funded的保存社群上的讨论 曾经collect过什么样的dataset 这种了解dataset可能变成是一个新世代 我们取得资料最有用的方法 那系统性的了解美国各大学 曾经资助过学者做什么这样的open source 那提供资料开放给大家取用的repository 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一个资讯 那这个资讯的取得有时候会比 知道比如说像老师刚刚说的 郭氏这个档案局开放了哪一批资料 有时候是有相等的重要性 所以我每天都泡在论坛上看大家分享 什么样的open data是可以被用的 那什么样的资料已经做过了什么处理 因为这个这样的研究 虽然我们都研究社群媒体上的公开资料 或说媒体的报道司法院的公开的po文 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隐私的考量 但是在Burkey的这个研究者的认定中 这个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人互动的时候 有名字进去啊 会不会还是多少有使用者的互动的考量 所以虽然它不是一个人体资料 但它毕竟是个人类研究 所以其实老师们也都建议我去申请IRB 让他们刻意拒绝我说 这个你不是人体实验 那你也不需要特别考量这部分的议题 那来处理这未来的隐私或伦理的挑战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project中间的几个问题 就是我同样有资料的问题 但是是一个新时代的网络取得的问题 那这跟这个社群媒体时代风起云有的这种政治经济变迁 有时候也非常有关系 它会影响到我们实际上能取用的资料有多少 那甚至也提醒了我们很多隐忧 当我们都把资料或像今天活动 在Facebook这样的商业平台上分享 流通沟通的时候 那有时候有一些风险就是 我们认为这是公共场域 我们认为这是公共资料 但后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拿不到 只有Facebook拥有 那这个是在这个现在的资料经济年代 可能也会蛮有启示的一个事情 那很多资料 大家说资料是由 资料是黄金 资料是煤矿 那谁真的拥有这个资料 我想会是定义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很重要的一点 那毕竟我们的研究 比如说我用的Twitter资料 其实可能也有十万笔 那我当作的Facebook资料 可能有五万十万的规模 当然现在计算 运算科技的改良 就是处理这些资料 其实相对的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 那我花比较多时间可能是在取得上面 花最多的购乎 那还有Findtune很多资料的细节做前处理 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可能也是像张友坚老师说的 我在睡前跑了一个模型 第二天起来检视它的结果 但是大致上都是比如说个人电脑的这样研究资源 可以搞定的这么多量的资料 那所以困难点对我来说的确就是在资料的取得上面 新世代有新世代的挑战 那这个是在过程当中我非常速度很紧张很害怕 想说是不是该换个题目了 但是博士生又有这个 毕业压力跟金钱压力的考量 所以最后还是勉强撑得下来 有时候都觉得可能是幸运之神眷顾了 所以你可以取得这些资料 试图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那中间害怕的地方当然也是有很多 那但是我觉得现在网路社群无远否解 你会发现很多处理相同资料的人 他们都遭遇到的困境 那甚至很多方法上面 或资料取得上的挑战 也都是在跟学校沟通 然后试图了解更多的时候 比如说像Berkeley有一个叫D-Lab这样的地方 它是create一个Lab 让所有非EECS的同学都去学写程式 或者说讨论你们跟这个写程式有关的夸卷的地方 那它就offer很多你可以去咨询服务 那咨询你自己的project 或是你可以定期参加它的workshop 它甚至也会搬一些集中营 五天照你这个城市的基本的知识这样 那我得利于这个地方很大 那几乎所有的课可以上的我都去上 在那里自然也会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讨论他们为了取得这个跟我类似的资料 再做其他学科研究的困难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朋友 或你的这些讨论的同侪 都不是在法学院里面 比如说跟我指导老师讲 他知道资料取得很困难 但他也毫无办法 那通常都是去到这里看到 这个社会学的博士生跟我说 他也是要用Twitter跟Facebook资料 在分析这个教育的资讯的沟通 那但是他就会看我share 他有的dataset是什么 那我能不能从中建立实力 所以从中就是尽量铺陈出每个人 针对的资料尽量可以说的最大的最有趣的故事 所以在这种学校create一个机制 让所有像我们这样子对实证研究 或许都有些害怕或犹疑的人 可以针对你们share的共同资料 做共同讨论 这是对我来说很有益 那也让我觉得不那么害怕的地方 因为看到很多人都在那里苦撑着 那可以看到希望 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得到很多注意的一个 可以让实证的博士论文研究 可能的一个地方 谢谢啊 谢谢少文 少文刚刚的分享 让我也丢一个功课给永健 永健毕竟在中研院法律所 有一个重要的法学实证 的研究中心 也许要扮演一点 刚刚扫曼在Berkeley 获益的那些机制跟功能 要有一些 我们可能要建立一些社群 实证研究的社群 然后一些资源 那能够让这些年轻人 新兴的学者能够有地方 有一个用白话是相互取暖的地方 那但是用我们比较学术社群 那应该是一个empowering的 一些相关的机制 我刚刚突然 我希望今天不要我们学人开讲完 大家发现说 哇原来实证研究非常的困难 结果很多人听到之后 都要退场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反而进场 我刚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永建跟韶曼老师 都算是我的学生辈 两位都是金牛座的耶 哈哈哈哈我刚刚突然发现 所以看起来金牛座是 是不是对不对 我印象中我虽然忘记你们两个 which day exactly 但是好像我要报这个料 蛮有意思的 所以至少也许金牛座的同好们 可以you guys can stay on 你一直鼓励了十二分之一 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是我们也看到 那个法学实证研究的世代 那刚刚我一开始讲到说 法学研究的资料 我会做的大部分是法院的裁判 大法官的解释 那到了永建老师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很多行政机关的决定 那和解的内容 行政相关的资讯 那所以从法院的资讯 司法的资讯 到了行政的资讯 政府的资讯 其实都是法学实证的对象 也是那个data可能产生的地方 不过某种程度在我这个世代 法院的判决是很确定的 那只是从纸本到电子 那但是至少是 纸本年代当然很难的accessible 但是电子化之后 这样的研究某种程度会变成是 法学实证研究里头的比较传统 比较简单的 到了永建老师的时候 我们整个政府的资料 要成为法学实证研究的一环的时候 那困难度就会稍微增加 但是某种程度 还是相对的比较accessible的 那data的reliance也比较高 毕竟当永建老师 找到比如说在心电山上 我们政府公开的那些资料 说他可以确定这些都是真实的资料 没有问题是可以用的 只要他能够克服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到了纽约controller那里的office 不管他要怎么找 至少他可以确定那是真实的资料 不过我们也迈入了所谓到了少曼第三个年代 或者是说法学实证研究的 再往外扩 当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律跟社会互动 因为少曼老师做的是说 法院的社会沟通会不会回过头来影响 人们看待法院的社会正当性等等相关的问题 而那样的资料就会涉及到说 那法院与社会那这些在社会沟通场域里头的资料 就没有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法院的边界 政府的边界 而是一个很开阔的 那同时这些资料可能就在网路上 我们也看到一个从实体空间到电子空间 资讯空间到网路空间 甚至到数位空间的那样的一个眼镜 然后就会发现说 唯后这些data有时候掌握在产业的手里 私人的手里 那以及这些data的真实性 他分析的工具 那可能量就会越来越大 比如说从我的十几个判决到数万个行政和解的资讯 到我想推特上面那是以数十万计的东西 那所以我有点想用我们三个人 三个世代三个法学实证 但是这些都是ongoing的 你仍然可以选择做我这种比较传统的法学实证 也可以做比较data量更大 那不受限于政府资料库 像少曼老师做的这些法院社会沟通 或twitter account里头反映的法意识等等这些研究 那其实他都已经是法学实证研究的范围 他尤其在台湾我想连在我这一块 我想open question能够做的东西也还很多 那所以我是不是稍微这样抓一下 那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资讯的 今天很不好意思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所以我们时间有点耽误 我本来想要让少曼老师跟永健老师 都对研究跟教学上两个部分都谈 但是因为我刚刚稍微抓了一下 我们现在法学实证研究可以有的那个空间 因此会带出来那个方法上的一些新的方法 一些前瞻性一些前沿的研究 我想还是透过这个机会 请大家有机会了解 你们现在觉得法学实证研究里头 在研究上你的那个前瞻性的部分 你看到哪一些法学实证研究 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要鼓励大家 那在我刚刚讲的那个 从我这边到那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对象 从传统到更大 然后方法上它因此会带出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那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也许如果刚好fit你的那个research的agenda 也许带一下 还是演这个部分 对永健先 好 谢谢张老师的提问 其实蛮多走线在进行 我可以想的是 第一个我完全同意 至少在台湾或中文世界的 法学实证研究 还有非常多容易摘的果子 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觉得我十辈子都做不完的这么多的果子 就是就以抓取判决资料而言 以前 以前你有存文字 然后你要想办法下载 下载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自己再抓篮位 但是在这个呂太郎大法官当司法院秘书长的时候 有一个政策 就是要把司法院内部自己所做的一些 为了内控原因去抓好的判决资料 其实就是放在这个司法院公开资料里面 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处理这个 存文字CSV党的能力 你就可以有2000年以来所有的民事刑事 跟行政法院判决的资料 当然它就是有很多基本的资料都在里面 然后你在依据你的问题意识去做一点人工的编码 甚至你用那些玩基本的东西 就已经可以玩非常多东西了 那我自己只有整理民事的部分 其实就已经300多万的判决资料在电脑里面 其实可以做出一样十辈子做不完的研究 所以其实就是 就只是以我们不用去想说 一定要做很厉害像少曼做这种自然语言处理 或者是我做一些这种监督式或非监督式的机器学习 或者是比较用法经济学或经济学术语去讲说 你要做一些什么双重差分啊断点回归 就是我会做的那种 对 很多很多 而且现在data就已经是ready在那里 等着你去看了 所以我觉得以入行而言 其实有两种 或许有两种听众 一种是他就想要追最前沿的 那就请往我的左边看这样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 然后当然在其他那种非文字 就是针对数字的那种AI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你去追那些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但对于可能还是法律去大学部出身 然后就只是想要了解 或者是试试看这个新的领域跟方法 我觉得还有非常多 我刚开始举了两种很素朴直观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司法院的资料库在那里 你可以用 而且不只是司法院 刚刚张老师也提到这种行政机关的数据 因为我自己做物权法的研究很多 那因为不动产物权全部都要登记 所以我们的内中部地政司所做的这种资料库 其实很多都是在网站上公开 有一些是你只要就是很简单注册 确定你是人类不是机器人 或奇怪的地方的人 你不然也可以下载 像我常常在我的脸书帐号上 就是去分享我玩这些数据的一些心得 比如说比较最近去读法学院的人 大概都知道物权篇里面有农育权 这个是2010年民法修正新增的 那我就要看内中部登记的数据说 那到底有多少人用农育权 其实是一开始就已经没有很多 那现在根本就只有几十几百个一年 就是你跟比如抵押权相比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或者是当然大家都知道点权 那从这个点权的研究也可以印证 王太生老师以及他的两个学生 刘恒问跟陈婉宇他们做点权的研究 就是他讲的这个简单粗暴一点 就是点权就是被日本人给毁了这样 因为在日本统治的时候 本来台湾民间有非常多使用点权的这个惯性 但是因为在日本把他们的民法点 适用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没有点的概念 就转化成不动产值 但是那个性质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值得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不太用 你现在如果去看内容部登记的资料 大概就基本上就只有新北市有十几个案例 但我其实也很好奇 就是为什么有一群人在用点权 他们的business model是什么 那台湾之外的话其实就是金门非常多 反正很明白 因为金门没有被日本统治过 所以那个汉人社会里面在用的那个点权 仍然继续保存着 所以其实你从这些已经存在的数据里面 可以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而其实达到这些数据是不费摧毁之力的 就是你只要在思考你自己在想的法学 规范问题的时候去问自己 去做这样的应然的主张 是不是要有某一些现实的合理性 或者是反过来问说 这个应然的规范规定下去之后 它的实际上效果是什么 比如我们创造了农育权这样的形式 或我们容许不动产分管契约的设定 在我最新拿到的不动产分管的数据 看起来非常非常少人用 那当然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是 后面可以继续去深挖了 像是是不是因为国人使用不动产交易 没有那么普遍使用专业的中间人 所以这种才成立十年十二年的东西 大家不知道怎么用 或者是其实大家的使用物权的方法 还是太僵化了 没有想到说这其实是 比如说美国人拿mortgage 可以完成subprime lending 当然是搞出了世界金融危机 但就是说它不是只把抵押 当成一个抵押而已 它把抵押给看成一个金融商品 那我们的不动产分管或农育 或其他的这些物权类型 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应用 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被交易世界上注意到 或者是也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的立法者 可能是他有一个想象的 或者寄售来的一个物权类型 但其实是不切合 台湾民间社会的需求 这都有可能 我其实就丢出可能性 但这些都是可以从 已经存在的数据 简单的分析之后 作为你的问题意识 或者你的问题的那个触媒 然后说接下来我要发展一套 什么样的理论 而这些都是可能20年前不可能存在 但是现在唾手可得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上 你要去追求最新最顶尖的也可以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困难 但肯定是我老了 但你要用最 在老师面前不要讲老 哈哈哈 好 如果你要是用 比较简单直观的描述性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时代 但是比之前任何的时代都好 那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容易摘取的果子 可以在任何的领域里面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刚刚所描述的这个危险害怕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在你去美国拿博士 大概不太可能做这种容易摘取的果子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那我给你三年的钱要干嘛 或者不给你钱 但是我还是给你三年要干嘛这样 就是你挂着我们学校博士真的头衔 就是要做一些有风险的事情 但是你现在想要做起步 做第一动 然后要让你自己尝一尝实证研究的这个可能辛苦或美好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完全可以从我刚刚说的那些描述的统计做起 我的法实证研究原理方法应用的导论第一章第二章 其实也谈了一些怎么样对不同的听众做不同的研究 那我想各位可以参考 谢谢 谢谢永健 所以永健现在已经有很那个资深学者的那个风范了 就是反过来希望能够推广了 希望能够让大家勇敢的一点去做法学的实证研究 他其实没有像他的名字讲的那么的可怕 同时其实法学实证研究的这些open questions 就是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法律在实际上的裁判 或在实际上的这个行政适用的结果 往往是更进一步研究的开始而已 所以不管是在国内想要进一步做法律与社会 法律与经济 法律与文化 法的意识 其实他的前提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现状是什么 而那个现状其实要来自于法学实证研究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们是不是把这个term 怎么样改的更简单一点 让大家 简单研究 刚刚永健一直讲lower hanging flu 你垂首可得的 而且那个其实是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法学很重要的基础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请韶曼 因为韶曼的研究领域毕竟已经touch到既有的裁判 或者是一些行政决定之外的那些资料的世界 那韶曼 正如张老师刚刚hint 我除了对传统法律问题 特别是宪法问题感兴趣之外 法律的语言 不管那个是被哪个法院使用 一直是一个我有兴趣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感兴趣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下 我觉得如果以法律跟这种AI科技的交汇来说 其实有一种top down 跟 bottom 的两种approach 那以自然语言处理来说 一个top down的方法可能是回答一个 我们已经有的法律问题 那只是说这个法律问题没有经过经验的确认 那这个其实是刚刚呼应两位老师所说 有很多这样大量的问题存在 那甚至就在语言层次 我们也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语言的研究来确认 那比方说 法官的名字出现几次 这个其实有时候可以用语言的问题来思考 但是可以解答很多的法学的提问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设定一个法律的研究意识 其实有时候是法律人想的理论或知识的开端 但是以top down的方法来说 这好像未必是一个知识的全部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 法律的判决可以应用在 检视寄存的AI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能不能够成功 它可以帮助检视这样的成效 这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探索 法律作为一种资料的途径 那这种button up的方法 我觉得正在改变未来法律研究的形容 就这样子的资料 这样的分析方式 虽然目前都是资工学者所擅长的 但是这样的讨论其实有点 driving现在的legal tech的发展 比如说现在法院在世界各国都推展的 比如说法院与当事人进行对话的机器人 那甚至是我们希望未来有 AI律师 AI法官的发展 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这种 现在的AI技术的革新 搭配一点点的法律知识 或者是没有什么法律知识 纯粹以法律当作资料 来探索AI的发展 那这些发展的途径 可能未来也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 法学 广义的法学实证研究可能的一环 那只是说这是当前我们所不熟悉 我们也比较不关心 但却未来可能形成我们存在的 法律世界的重要基石的一部分 那我认为对这个现况尽可能的了解 这发展的趋势 可能也会变成未来法学研究 不得不重视的 依然免得一个重要存在 好 谢谢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从我们slido上面的许多的问题 感觉到我们好像 应该要办第二场第三场 那今天确实是一个开场 那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机会 我们可以有机会分别找永健老师 或者是曹曼老师 今天谈的一些问题的近些的相关的问题 那slido上有 至少我现在第一个看到有两个站的 就是实证研究有没有这个 国内受到德国法影响甚深的一些问题 我想没有 那事实上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这个你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想要了解你的这个法律在现实上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都是实证研究的一环 那在德国也有 我记得永健在中研院办的法实证研究 好多德国学者来参与 纯德国学者 来报告 那所以法学实证研究 其实它跟法系 跟国家的法学传统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在任何国家 你都必须要能够了解 现在的这些法律 它实际的状况 应用的状况是如何 了解了之后 你要做如何的处理是下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法学在这个层次上 跟其他社会科学想要了解现实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有一个问题是问少曼老师的 一个问题是问永健老师的 那个好像张凯志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给永健 永健是不是时间关系也看一下 那你就看完了 所以你可以回答凯志的问题 然后或者顺便带一下其他的问题 那有一个问题是问少曼老师的 少曼也可以回答 那我要替他们两个回答的也是这个 我那天从一个研究生口中听到说 永健老师说文文老师是国内法学实证研究的推手 我很谢谢永健这样讲 但是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做 我只会只有最老旧的法学实证研究 推我们也就够了 推你们对对 我刚刚就是正要说 我就是推前面的人 那当然在我前面还有这个叶俊荣老师 最早开启的一些研究 当然正大的苏永庆老师 其实也很早 尽管我们当时的方法 从今天的角度来讲 真的是土法练钢 那但是也练出了钢 或者是也带出了一些相关的后续的研究 那我刚刚之所以要这么说是 因为有一个问题在问少曼老师或者是永健老师 做法学实证研究 是不是要先念除了法学以外的硕士 我先说他们两个都没有 那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没有 事实上从我的观点来看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其实是勇敢 那跟有意愿 你要勇敢跟有意愿的跳下去 然后非常多的资源 非常多的方法 那加上我们过去的三十年来 其实就像我一刚开场的时候讲的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 Available的法实证的研究 其实比起很多国家算是相对多的 并不是少的 所以当你勇敢的想要去跨越的时候 其实就有那个可能性了 一样我是不是先请永健 再请少曼 谢谢张老师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实证研究 初衷就是you jump and I'll jump 没想你跳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跳 老师跳了你就跟着跳了 我刚刚看到八个问题 我想我大概都除了这个 其实其实是问少曼那个 我大概都可以稍微碰触一下 但是就是长短不易了 就是第一个有提到说 在受德国法式医学影响的 这个我们这些民法刑罚怎么办 那这个我就只能 请各位去看 我跟王鹏祥在中研院法学起刊的文章 《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 他也修改后收到我的法实证研究 我问题方法跟应用的第二章 简单讲我们的结论就是 即使法学就等于法式医学 而法式医学的因然论证里面 这三段论里面必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是实然的 所以即使你只做规范 因然的示意学研究 你也必须要做实证研究 那这么一个大的命题 我们就用八万字来回答 来展开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说 请各位去看 然后第二个是实证研究 是不是可以只检验理论 还是必须要提出自己的理论 其实都可以 我去年跟芝加哥的威廉·哈伯特教授 在American Law & Econ Review 发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只是检验别人的理论 那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取经有个好处是 当然你挑了一个重大的理论 我们挑的理论是President Klein1984的一篇 在历来被引用前十名的一个文章的理论 然后去检验它的预测是否正确 然后我们用就是台湾的资料 就是说大家要勇敢 而且要有信心 就是台湾的资料都好到说 芝加哥大学老师都愿意来使用 而且是为什么呢 因为足了台湾你找不到别的地方有这么好的资料 所以我们检验理论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理论的成败 其实就是 就是不关我们的事嘛 就并不是说打脸我们还是怎么样 那但是这个理论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检验它 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师 他会有自己的理论 然后再用data去印证自己的理论 所以 其实吴宁你要问的是说 在国际法学期刊上面 比较少见的是只有实际研究 但是没有理论 那这个就涉及到 我刚刚讲到我那本中文书 第一章里面我提到 就是法实际研究有两种 一种是可一般化 一种是不可一般化的 可一般化就是带有 比如说社会科学 或人文的理论 然后你做实际研究 不可一般化 通常都是 我只对台湾的某个法律议题有兴趣 然后我做实际研究 来检验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 那这样子单纯想要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而没有办法勾连到任何理论的 这样的文章 就不太容易发在国际顶尖的法学期刊 但是他其实不见得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刚刚讲的open question 那个lower hanging fruit 对 那我的书里面特别强调说 其实你如果你面向就是你 你自己国家的法学者的话 你做这些不可一般化的 完全是有贡献的 只是说你问的是国际法学期刊怎么发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说 你没有办法用这样子 只想跟国内学者对话的心态去发国际期刊 因为国际期刊是美国编的英国编的 他就是要说 那你这个台湾发生的事 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 那你勾连到理论之后就是说 这个理论是普世的 那我这个台湾的经验 可以帮助你去验证 为什么这个理论是对或不对 所以就对全世界有帮助 我刚刚讲到那个 1950到1977年那个征收的研究 一样也是勾到一个Stanford Law Review的理论 就是说OK你这个理论不会成立 好第三个是新手的进入障碍 然后念法律的是不是数学不太好什么的 你我其实在我的书里面举了非常多例子 都是只要数数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之前常举的这个王兆鹏老师 做台湾的死刑 判决到底它的依据是哪一个法律条文 这种判决就是你就读判决 导出那些有死刑的判决 然后说这到底是唯一死刑的罪名 导致法院必须要判死刑 还是其实是死刑无期途径 有期途径可以选择法院选择死刑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不选 我想应该能念法律系统 不会连数数都不会 这种仍然是实证研究 也仍然非常有价值 那我说明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但当然你要到国际法学期刊 那你基本上不太可能没有一些统计 或者是资工的能力 但是有的时候也只是你需要有这个问题意识 就是说实话 虽然我不能在老师面说很老 但是就是我看到扫曼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技术 是日行月异的 就是即使我觉得我自己 这十几年来追了很多新的方法 但是是始终追着方法跑 但是追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知道方法大概可以做到哪些 但我不一定会写那个程式 写那个软体 但永远到某个阶段 就会开始跟人家合作 就是去让资工统计的人去烦恼 那些我们很烦恼的问题就好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强项 我们有法律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什么样的法学听众 说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完全不会 因为你完全不会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样的工具存在 这工具可以帮助你做什么 但是你不用会到说 所有最顶尖尖端的技术 你都会自己动手做 这个大概也是我们法学出身的人做不到的 好 我们先这样好了 刚刚最后那个 我今天因为刻意安排这个 所以土法炼钢就是我这边 会数数 就会做某种程度的法学实证研究 我想我自己就是一个case study 我会数数 所以我可以做这个大法官解释里头 那对外国法 和外国法院判决的引用研究 甚至这样的研究 collectively 它还成为一个国际宪法学会 那推动的计划 那同时十年前 小曼师助理的时候参与也出了书 那也有一些效果 那十年后 现在他还要再进一步的去update 那所以这是刚刚讲的 这种即使是某种程度的土法炼钢的实证研究 其实现在也还有它的重要性在 而且它实际上永远有 因为它就是在finding 它在发现那个法律适用的结果的最基础的事实 那怎么样进一步的去build up更多的东西 往这边推 那永远都有更重要的一些方法 那那个曹曼呢 曹曼要不要回应一下 有对你的背景好奇的 我只是想要先说 你也没有念过任何的AI资工的学程 但是你有勇敢的去上资工的课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因为勇敢的在现在一个跨领域的学院认职 所以我是一个唯一的法律人 那就是日常生活跟我的同事们 每天听他们讲工程师的思维 运算思维 所以学到很多 那给我的提问是 机器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 还没有达到很好的可解释性 这是真的 那但是机器学习在其他领域 也没有达到很好的可解释性 那这是因为如此 那可解释这个要求 当然我们做法学研究 应该都会觉得说 研究方法要可以公开透明 甚至可以验证 甚至要是对的 那所以这个方法设计 要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都会想要我们程式 可以达成这基本的要求 那其实反而是 可能老师们比较熟悉的统计方法 最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要求 但却不是现在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在这种大量巨量资料的年代 这样的 我们看到了这样大量资料带来的美 这样大量资料带来的美 有一些trade off 那方法上可能会有一些解释性的trade off 就是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patterns 如你所说的相关性被指出来了 那但是却带来我们从未看过的 可以预测的面向 这些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判决 或者胜败关键会 因为判决里面都出现了一些 我们没想过的因素 可能是腿 可能是皮肤 可能是手 那这是为什么 那如果我们可以去深思这些 我们没有想过的现象 后面深层的原因 这可能可以带来知识的突破 那当然可解释性 比如说最近欧盟的法规 或是说这个OECD的规范 也希望我们可以 带来可解释的AI 或是说更可以负责任的AI 可以让我们验证的 验效的 那甚至是 我们知道这中间发生什么事的 但是 大概这五六年来的发展 一直不断的有一些新的tools 帮助我们试图可以达到 基本的可解释性 比如说有一些salience map 让我们可以圈出自然源处理中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 完全可以解释这整个model 但比如说你给它一个case的时候 这个case究竟是哪个地方 达到这样的结果 这样基本的 它看出的重点 帮你匡列出来 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最近基本的可解释性发展 已经有的一些成果的展现 比如说它可能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 用传统线性的方法 可以更趋近一个我们很难解释的深度的学习网络 我学到了什么 那这些种种的方法可能是尽量的告诉我们这个AI可以往哪里去 那固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可解释性 但是完美的可解释性可能就这种深度学习方法来说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只能尽量approach它而已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当然我们是因为知道巨量的资料可能必然这样的模型更可以准确的分析它的正确率比现在我们一般的统计方法高 那这样的方法必然有一些它可能更好的应用 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法院的跟人的机器人的对话机器人的这样的产生 并不是所有法学研究都会有产生高风险的影响性 但如果只是在于对话生成 或者是在于帮助我们快速理解文艺 那并不会有真的很潜在的很大的社会效益或社会问题产生的话 其实即使没有很好的可解释性也不必然表达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approach没有它的好处或实意 那法学当然那个刚刚张老师也说就是这是一个法式艺学可能是跟社会科学有不一样的目的 那法式艺学如果拆解成不同的面向的话 其中这个跟事实有关的面向并不一定要用强烈的因果关系的好的这样的模型才能够描摹 那其实一般的相关性的模型 或是说一般的只是探索性的研究 有时候也足以让我们对法学问题有很深的思辨 那甚至进一步挑战这个传统的理论 所以我并不一定觉得说一定要有这个因果关系的很准确描摹的研究 才能够帮助我们对法学的了解 那也不完全认为那是我们未来需要的一定要这样子不可的一个发展方向 做完它很重要 谢谢 谢谢双老板 其实那个因果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也不是一个 有时候也太被过这个神秘化了或者是太被过正确化了 那不过这个是进阶版的课程了 就是说我们要回答AI的因果关系或者是AI的可解释与否 其实要回到原来统计学我们到底那时候是在要求什么 那这个部分只会看出我们可能接下来还可以在不一定是在中心 否则主任不小心会高兴还是不高兴 会占用很多的场次 那但是这个讨论看起来是有持续对话的必要 那回来我觉得刚刚我们许晶芳博士也是我们中心的博士 我那时候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要留到最后 就是台湾的法学实证研究的一些对话的问题 那永健刚刚好像某种程度因为是在回答投稿期刊 提到说有一些问题你如果要成功投稿国际期刊的话 可能要比较能够跟国际社群关心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问题的普及度比较高 别的地方也看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那才容易勾连的上 那这个问题其实跟金方在问的好像在法实证研究的社群的本土 或者是说跟国际的连结的这个部分 不过我要先讲作为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老师 我有时候也想要解除大家的这个困难 就是很多时候对话不见得是实证研究本身 国内法学的对话因为对话的风气比较少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学科之间或者是说甚至法学里头 民法跟行政法 行政法跟宪法的学者之间也彼此不对话 那所以那个对话用题有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法学实证研究本身 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对话的文化 不过拉回来那put对话文化aside 就是说即使在对话文化不兴盛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的让自己的研究 其实它同时对国内的法律的实际上的适用到底是什么样 那发挥效果同时又能够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relevance 倒不一定说很现实的为了投比较好的期刊 而是说至少也有一些对话的社群 我想要举我刚刚就是韶曼帮忙 也是我后来土法链刚做的大法官引用外国法 或外国法院判决这样的一个研究 所以它其实是很本土的 但它同时也是很国际的 因为它刚好在一个国际的脉络下 大家都想要了解现在所谓的全球法律 全球法律社群 那全球司法对话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dialogue 还是是monologue 到底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 引导这些后进国家 在那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底下 那我也很认真的参与 那所以所做的研究里头 其实它对国内 国内因为比较陷在一个所谓的 技术的那个脉络的问题 那但是它其实也是在一个国际 那所以我最后做的方法 其实不见得能够 对新人来讲不一定是好 但是张老师当时就透过这个研究 少卖应该印象很深刻 我也特别跟你们讲说 老师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英文 那在英文的脉络下 虽然是同样的dataset 写的脉络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它要回答国际上 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那在中文的脉络下 我后来也贡献了永健所主办的 那个中原院法学实证研究 那所以因为中文在台湾的脉络下 一直比较关心的是那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data 我就做了中文的分析跟 其实data数字就是数字分析 但是我后来做了中文的研究 我也有做了英文的研究 其实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是我自己独创 当时在日本在香港 有很多我也很敬重的老师 一直鼓励我说 文真其实你们在台湾做研究 不要自限于一定写中文 或一定写英文 当时有好多老师说 你可以右手写中文左手写英文 当然它的问题意识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研究有不同的对话 不过有一个麻烦 我刚刚之所以比较refriend from saying this 就是比较没有讲得很明白 就是说因为在我做这些研究的年代 其实当时我们在学术伦理上 或对于学术新秀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同一个data set 那你做中文的发表 也做英文的发表 比较不会有到底是count 1 还是count 2的问题 但是国内现在对于很多这些学术产出的counting 越来越严格 那所以我知道有一些单位可能甚至会认为说 你这是同一个data set 所以只能count 1 你不是要count你的国际的发表 就是要count你的国内的发表 那我虽然不认同这个 我特别要讲我其实是反对这个 所以我刚刚才这个有点比较保留的讲 不过但是也许我虽然反对这样的立场 但我可以理解这样的立场 因为他认为你爬出这些资料 你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是一次的苦工 不过因为我们要为了回答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我在国内要回答寄售的问题 我在国际要回答对话的问题 那所以其实你还是做了不同的研究的变相等等的这些分析 那但是我自己因为当时在介入这些 做这些实证研究的时候 我毕竟已经是副教授甚至升等教授了 所以我自己向来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算的 就像我很多同事常说文真你 反正不管人家用什么标准算你都够 不过这也是风险性很高的事情 因为这次文有投入的时间非常多 当然我旁边的这两位也是超级世界宇宙认真的学者 所以也是投入时间非常多 因为我今天的目的是不想要把大家吓跑 是想要把大家邀请进来 不过金方问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也许我们 我分享一下我当初的策略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是对的 只是从后见知名来看 我可能不一定会recommend年轻者 因为会让他现在可能遭遇到 他的一个研究只能被计数 只能计一篇或计两篇 那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就是我们社群之间彼此要努力吧 也许下次老师邀请金方再来分享 我会 其实我刚刚我还没有正式邀请你 因为我太忙 但是我六月第二场就是想要请你来谈 那这个顺便先把你这个keep住 那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社群的对话 跟国内学者的对话 跟国际学者的对话 要继续努力 那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有对话习惯的 法学研究社群 我说在国内 那但是我想我们有耐心慢慢的做 会有一些成绩出来 那就这个部分我是不是简短 请永健 那个跟少曼最后两分钟 因为我们快要两点了 那再补充一下 永健来 你要本土又要国际 就像我过去12年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两面人的生活 你跟英文社群人讲话 要讲他们有兴趣的这种framing 他们的包装 然后你跟国内的研究者对话 你就要从他们关心的 譬如法律解释出发 那它的困难在于 你可能变成两面不是人 就是可能 比如说因为 也可能还好啦 也有可能 就都有可能啊 就是说外国人看不懂中文 不一定觉得你这算是 他们觉得在于的研究 有台湾的很常见 都会认为说 你这个就是只介绍台湾 或是什么 这是什么同一个dataset 算一篇两篇 我甚至不知道 什么叫同一个dataset 就是说 我dataset 怎么切分多少个都可以啊 但是重点就在于说 第一个是 警方的提问 似乎把研究者来自不同的领域 当成一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在美国求学 课做教学的经验是 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本来研究者 在大部分的workshop里面 要么就是 因为方法而结合 要么就是 大家都是各自 这种不同的领域 但是每一个领域的人 都互相问对方问题 那这个确实跟台湾这种 把领域划分到非常小 然后大家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没有跨域交流这个情况 确实是不太一样 但我自己的策略也就是 那我 你在乎示意学 那我就写示意学啊 只是我的示意学 得出结论的方式 不同于以往 而已 但是 但是我的框架跟你一样 但是 这种示意学的框架 当然不会翻译成 也不可能翻译成 也不可能翻译成英文 因为英文 就是英文法学里面 就没有示意学这个 这个框 尤其是在 private law 司法的研究里面 没有办法做 所以发展本土社群而言 我觉得现在就是 广招天下英雄的阶段嘛 你只要方法是 可以共同可以对话的 你就来对话 那能够哪些法律领域 会长出比较多的法师 其实我不知道 那他们如果有的话 都可以彼此对话 那本土社群的发展呢 我自己 应该今年七八月有一篇 叫做 实证比较法的五种取经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尝试 比较法是国内非常非常常做的方法 那我就说那有五种方法 把实证研究跟比较法结合 然后这个月底 台湾法理学会的年会里面 我有讲说怎么样 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法情境里 这个比较法 德国 日本跟台湾的修法 怎么样用实证研究 跟它结合去说 为什么台湾的修法经验 可以输出 作为别人做比较法的对象 那这个也都是从 比较法这个本土研究者 关心使用的方法 但是纳入了实证研究的元素 就是终究希望 不是马跟这个 这个这个 其他动物生出了 甚至说螺子还是什么 而是能够 长出一个新的奇花异草出来 那这是我的希望 谢谢 好 谢谢永健 少曼呢 我在想法实证研究的社群 是不是必然是法律学者 或是不是必然要在意不同的法律领域 或特定的方法 或是不是法律人 那我们能不能挑开很多个框框 比如说因为我资料一样 我可以跟资料一样的人讨论 因为我方法很像 我可以跟方法一样的人请教 因为我这个问题意识就是 萌生的过程当中受到张老师很多启发 那我问张老师的意见 那我们有机的把生活中 可以有的各种人脉关系最大化 让大家都可以对法实证研究 做部分的串联跟贡献 那我现在有个困境 就是说在跨领域学院收学生 当然没有这种理想的学生 也就是说也没有 纯法律训练的人 那我现在的研究生们 其实五个都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那一个是外文系的 一个是资管的 一个是物理系的 那一个是资工的 那还有一个是经济系的 那如何让他们都会想来做法学实证研究 其实花了很多功夫 最后大家都同意 我用不同的说法骗他们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我用法律资料来测试 我的自然语言处理最新的model 其实会遭遇什么困境 会不会看出很多大公司 就是Find2 model的时候 看不出的问题 那这种特殊的Data Find2有没有什么技巧 用这样的方法骗这些资工的学生 来帮我们做某一种法行政研究 那用同样的方法 跟这个外文系的同学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然语言的问题 那法律文本当中 当然有很多语言问题 我们有特殊的文法结构 我们有这种很短的句子 很文言的句子 我们有这种双重否定 那用这种语言学的方法 骗入外文系的同学加入 他用管理的方法 骗入资管的同学加入我的团队 那因为这当然有很多资料管理上面的问题等等 那甚至还要骗这个经济系的学生说 因为我们这个法经济社群是一个强大的社群 有这么多的研究籍 像张老健老师 林长青老师等 这当然是经济学生很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也说服他 那就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 那把我们的base弄越来越大 那我觉得当base够大的时候 很多事情可能都会相对的容易 但万事起头难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互相取暖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base越来越大 谢谢 从韶曼的那个回应 我们确实看到了 其实法学实证的研究者 不一定要是法律人 那而且这个趋势也许将来 会越来越多 那先前我在阳明交大科法学院 那我们新加入了一位 这个李介生博士 他就是资工的博士 虽然他的硕士的养成是科法 然后也有美国律师跟专利师的资格 但是他在进阶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上的 完整训练却是资工 所以他现在在做法律科技 在做一些更前沿的法学实证研究的 而不是张老师那种本土炼钢型的 所谓刚刚永健讲的那个 Lower hand influence 那其实是可以更进阶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要像那样子 其实不同的养成 在接近法学实证研究 到底法律是什么 法律具体表现出来的 在实际的面向上 透过很多从土法炼钢的数数的统计 叙述统计到比较进阶的这个归因性的统计 当然到现在最新的AI方法 其实它都是整个实证研究的版图 我们只会期待将来这个版图可以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diverse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节 是邀请刚刚询问的金方 金方其实本身虽然有是法律人 但是同时也跳出去做了社会科学 那从社会科学的训练拿到博士的立场 那我下一场其实就想要请金方 那跟我们在成大的王金寿老师 那其实有非常多不是受法学训练的人 他的专业训练是社会学 是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法律的 不管是研究法律人社群 还是研究法律制度 那我下一场学人开讲 就想要请也一样是两位 那来谈那他们怎么样看法律 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那今天很谢谢大家参与我们学人开讲 然后同时也很抱歉 今天一刚开始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也许有很多朋友一点半之后 就没有办法参与 不过我们所有的这些影音档 都会留在我们那个中心网站的这个频道上 那再请大家观看 那特别有那个朋友提到说 有一些问题 那个是不是永健老师跟韶曼老师 可以后续回答 我今天没有收永健韶曼 尤其是永健老师广告费 虽然永健老师的书 那个是我在开 发学实证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的指定教科书 那个一刚开始出的时候 我的学生应该有很大的贡献 那没有收永健广告费 不过确实啦 这个老师称赞永健老师大概就没有关系 永健的那本教科书 确实在我们 对不起不是教 对是教科书 对那在同学进入想要了解 相关的研究的时候是很好的方法 那我想有一些 在那里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收获 那如果永健跟韶曼 在那个基础之余 对于今天我们slido上的问题 行有余力 能够有机会回应的话 再让我们中心的同仁知道 那我是不是 我自己可以用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 那也请我们网路上的朋友 自己用这个各式各样的virtual hands 来谢谢永健跟韶曼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